《智》中文字里的《智》 智慧的智是知识加一个日 什么意思 就是你每一天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累积叫智 你通过听 看 学 做 实践 积累的经验 这个叫智 它不叫慧 慧字它有一个特殊的写法 这是我们中文字的绘字的写法 智字是日知 每天知识的积累 你从小到大到现在 所有积累的东西是你的智 这个智在我们佛法有个专用的名词叫后得智 就是你出生以后才得到的知识经验的累积 我的孩子小 他们要拿热水 我倒了一杯开水很烫 孩子要去拿 一般的家长是不让他拿的 怕烫破手 我看见他拿 我要拿着他的手去拿这个杯子 为什么 我知道肯定烫不出水泡来 但是他一拿以后 他叫一声 怎么样 烧 然后你第二次 你把一杯水放在那 他不会去拿了 什么原因 因为他体验过了这个东西 不好玩 所以你不用教 你要教他说 孩子啊 你看这个冒气的是很热的东西 你不要去拿 拿了水洒出来会烫着你 你怎么说他都不信 但是你现在不要去说 你让他经验一次 体验一次 在保护的前提下 不让他受伤的前提下 让他经历一次 体验一次 他拿过一次 他再也不拿了 他知道不好玩那个 我的现在那个小女儿两岁 后后后后 然后就跑 为什么 被我叹过 他知道真的不好玩 这个东西很厚 所以你不用担心一杯热水放在那 他会给你拿过来喝 把整个孩子烫坏了 这个叫什么 传统修法叫体到于身 这个是用自己的身体去体悟 到就是规律 你用自己的身体亲自去烫一次 我们在有一句很漂亮的话是说什么 要知道梨子的味道 要亲口什么 尝一尝 什么人才犯这个错误啊 顽固不化的人才犯这个错误 最好是不常听人家有智慧者的经验教训 我就信了 这种人是智慧者 他有智慧 你通过体到于身获得的这种知识经验是少数的 不是你天底下所有的东西你都经历过 你要相信 别人经历过的再告诉你 你要相信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类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相信 我在选择信和不信中间 我首先选择不相信 为什么要相信 这是跟你们读书有关系 你们读书是英文式的教育 英文式的教育跟中文 现在中文也不行了 以前我们中文的书是竖牌的 你们还记得不 看书繁理文的 所以你看书的时候 你一直在点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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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看嘛 往下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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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看书全是摇头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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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横着的 那个两岁的小女儿你说什么都no 你这个和和你真漂亮no 说什么的都是no 变成了横向的了 脑袋都是横向摇摆了 这个文字在古代它是这样 书像摆板的它是有说法的 就是让你什么都信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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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但是我们选择是宁其信其无 不要信其有 所以体道于身的东西太少了 经验太少了 这一辈子能经历多少事 你没经历的事你都不相信 那就是变成没有智慧了 为什么我们经历的事 我们体道于身的事 比较容易相信呢 我们真实的尝过那个滋味了 这个滋味不好 不好受 被烫了以后不好受 不好受以后怎么办呢 体道于心 体道于心是什么 这个时候把这个规律用心去做一个印记 哦 原来这个水很烫的时候 我去拿会烫 烫了很不舒服 做了个印记 这个叫心印法门 心印就是这个印象很深 印象很深 所以我在看到那个水的时候 我不会去动它 那这个就叫经验 所以知的这个层次 这还都是知 这都还是知 都是你的经验 知识分你从别人那儿学来的知识 还有自己体验过的知识 经历过的知识 总结出来的知识 不是知识都是别人 你总结出来的 你们中间可能有会计师 但是你们这个会计师 我要跟你比赛 我肯定输 你不要看我讲到头头是到 不用这个草稿 也不用大纲 随便的就给你们这么讲起来了 但是咱俩要比会计师那个行业 我首先就输给你了 为什么 你是老师 你后得志 你学过了 你用过了 你天天在用 我这都是从来没做过会计的人 我怎么赢过你 后得志里面是学习加自己的经验 这是两个方面的 知识来了以后 你要变成自己的经验 那就厉害 那你上来讲会计 你也不用操稿 你也不用提前备课 拿过来就讲 为什么 都变成自己的了 因为你天天在用 老师讲佛教 讲佛法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草稿 不用去翻书 因为我天天在用 我用过的东西我再来讲 当然就不需要再去打纲 不需要什么草稿 讲到你们的心里去就很容易 你们就听得明白 听得懂 所以大家要重视后得志 要不要 必须要 为什么 你是个人 你是个人 在这个方面 很多人很欠缺 因为我们在后得志的学习方面 很多东西没有学习 就是怎么做一个人 怎么跟人打交道 怎么去为人处事 现在都没人教了 为什么没人教了 大家都重视那个技术 机能的学习 而没有重视做人的 怎么去做人 怎么去做一个别人喜欢的人 别人尊重的人 这个教育被打坏了 但在古代的时候 评判一个人是什么标准去评判 你们今天会用什么标准去评判一个人 不用说 很简单 银行存值拿出来比一比就好了 我得比你多几个零 所以我就牛 我就厉害 这是以财富的拥有 地位的拥有 来评判一个人的成跟败 这人生是否更精彩 但是实际上这是个错误的标准 为什么它是个错误的标准呢 那些帝王都比你富有 当年的秦始皇 万里长城都是他家的 整个中国都是他家的 但是现在中国姓秦 不信了 变天了 跟你秦始皇没关系了 你现在拥有的亿万财富 无论他多少 最后你死了 他都不跟着你走了 也不属于你的了 你有什么用要的 所以说我们修行者 学佛者 也求名 也求利 但是我们求什么名呢 我们要求实名 实是真实相的 实在的实 要求实名 要求实利 什么是实名 千秋不坏的名 什么是实利 千秋万代 他还在利益着你的子孙万代 利益着你自己的下一生 再下一生 乃至究竟的解脱 这种就是真正的利益 叫千秋的利益 千秋万代的利益 所以说我们不是不要名利 我们要求求这种 求千秋名 千秋就是一年只有一个秋天 千秋就是千年 万年 孔子的名经过了两千多年 还在被人传扬 释迦牟尼的名经过了两千五百年 还在被人传扬 老子的名 这些包括耶稣基督的也有两千年了 穆罕默德的一千多年 将近两千年 这些圣者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名 他们所说的话 所谓的经就是他们说的话被弟子记录下来的 也就是话 也就是他说的话 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所说的言语 为什么可以两千五百年 两千多年 甚至我们往前追的话 皇帝时期 我们叫炎皇子孙 这个皇帝 我们叫炎皇子孙 是五千年的时候的皇帝 我们叫炎皇的子孙 炎帝是长江流域的 皇帝是黄河流域的 所以我们都是炎帝跟皇帝的后代子孙 我们叫炎皇子孙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五百年前是一家 你要退回五百年前 大概你经历了九代人 旺尚书九代 你去数一下 看看你的爷爷奶奶的姓 看看你的外公 还有外祖母的姓 那么你会发现 你这样一层层往上推 父亲 母亲推到九族的时候 你就成了什么 百家姓 他百家姓的基因都在你身上 为什么我们众生皆是一体 就是这样 我姓张 我有姓张的基因 你没有姓张的基因 你姓王 结果你使劲往前推 搞不好推到第五代 有一个妈妈上面的外婆 她就姓张 一直推下去 这个就是什么 你也有张姓记 所以到五百年 我们往上推五百年 平均是我们七十岁的话 六十到七十岁的话 推九族 六九五百四十年 大概我们都是一家 就是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基因是组合基因 不是说你父亲姓张 母亲姓碧 你只有张跟碧的基因 不是 我父亲姓张 我母亲姓碧 我母亲的妈妈就姓李 所以我身上也有李姓基因 我往上这样推推的话 有张的 有王的 有赵的 孙前 赵李 什么的百家姓的基因都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都要什么 这样算下来 个人身上的基因都是百家姓的基因 五百年前是一家 从这去理解众生一体 要爱众生 要爱每一个众生 不是只爱自己的 张姓家族的 我们是一族 这样的狭隘 所以就扩大了 把自己的心量就扩大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到皇帝的时候 据我们五千年 但是我们还在颂扬他的名字 五千年还没毁坏 那到八千年的夫妻氏 那更是我们的老祖宗了 夫妻女娃是我们的人类初祖 就是所有的人类都是她诞生出来的 但再往前推 还有更厉害的吗 有 你们看释迦牟尼的佛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七佛 七佛的第一个佛 到释迦牟尼数下来 释迦牟尼前面成了六个佛 实际上不止六个 他是讲七佛的时候有六个 他是第七个 未来的弥勒佛是第八个佛 七佛的第一个佛 离我们人类现在有多长时间呢 大概从现在来算是一千两百亿年 你算去 一千两百亿年 七佛的第一佛的名我们今天还在念它 大家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孔雀明王法会 那个孔雀明王经上还有它的名字 你还在念它 求这样的名 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修行者 在佛教界有一个很坏的习惯 我不要名了 我不要利了 不是这样的 你是要千秋万代的名 你还是要一世的英明